这里所有的过往 聚焦在1977年的某一天 还是这个地方 他们聚在一起 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 那个年代 整个中国都在学习 和模仿八个样板戏 小刀会 白毛女 红色娘子军 是当时的经典 毛泽东的夫人 杨开慧的故事 也是当年全国演出的潮流 在兰州 他们也开始创作杨开慧的舞剧 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省上就有指示 要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 要搞一些活动 就是当时我们排了一个杨开慧 杨开慧的那个 不够啊 它是半台湾会 是一个中不中行 小不小行的这么一个几场戏 我当时因为怀孕嘛 我们又在舞台跳 我也在他们旁边坐 照片中的人 都是当时的亲历者 这些人 那一天大部分在现场 共同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 在场的甘肃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陈顺瑶 给了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 他后来给我们大家演一讲 他说 同志们 你们搞的这个戏呀 那个思想性也非常高 艺术上也还 你们都很努力 但是我在想 这个杨开慧的这个主题 全国二十八个省份 每个省份都搞 敦煌放到这儿 你们不搞敦煌 你们为什么要搞这个 搞别人的呀 他把常树红先生也请着来 如果你们能搞出一台敦煌的戏的话 将来常老出国办展览 带你们去 当时我们听完了 非常的兴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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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